來,現在講解那個寵物美容 然後之前上次有講到抱怨 那這個是抱怨的客戶或者是祭祀的客戶 單向消費的那個模式怎麼去處理他的服務單 那這邊有一個寵物美容,我們點一下他 這時候我們可以輸入661728這個會員編號 或者是用點選方式 好,這邊 然後他有三隻狗 目前是三隻狗,如果是你要增加這邊可以見檔 好,那你也可以針對他去贊助或修改 好,沒問題 然後那狗的話,一個狗就是一個服務單 那服務單要怎麼去按呢? 這邊你可以按,他這邊就帶出一個小B 那你如果是變小C的消費的話 直接按這邊按鈕,他就變小C 好,那這時候今天我們是小B來消費的話 我們這邊直接點那個空白的地方就直接消費 那這邊是他的包月 你就要看他如果是他是優先使用那個包月的話 他已經有充值的話 這是屬於充值的 那充值的這邊的話 顯示是那剩下次數 然後購買四次 然後使用的話 可用四次 然後這邊是移用幾次 然後這邊點兩下,他就帶過來這邊 如果要刪除他 在這邊再反賣地方點兩下,他 滑速點兩下,他就恢復回去 所以說這邊點兩下,他這邊就用掉一次 好,這時候小B的話 你如果想要備註的話 你就譬如說 狗有問題 就這樣直接打 好,狗有問題 OK 好,這時候好的話 就按一下確定 那這邊就會增加 那紅色是代表說他還沒有收費 那如果他要收費的話 當然包月他 那你就要收費 假設他收費,你這邊按一下收款 他就變成灰色了 好,那時候這時候我們就講說 這是小C的 小C的那個 他是要來做 做單向的那個 像躍鬱啊 然後減法 那這邊的話 這邊點兩下的時候 他這邊就帶過來 他會統計說250塊 這時候按存檔 對 存檔的時候的話 這個紅色的時候 不代表還沒 這個代表還沒收費 還沒收費的話我們直接點了 點他 然後按下收款 好,收款的時候變灰色 那收 他收款的時候他會跑去哪裡呢? 他是跑去我們的那個 交班日節這邊 有一個叫做那個 其他收入 也就是說後台管理裡面的一個 這個 發票管理日記帳這邊 有一個叫250塊這邊 好 他就進來了 那剛剛包月是100 他還是產生一筆記錄 好,這邊就是寵物美容的資料了 然後 你回到原來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點選那個 這個客人 好 如果我們要針對他刪掉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這樣點他 然後先取消收款 才能夠再去把它這個刪單 好,這樣子就刪單了 好 好 那 這樣子就講解到這裡為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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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